哈啰 大家好 瑞丸です 4月1号新限定的超级战意告已经出来了嘛 大家应该也知道是谁了吧 就是我们悟空的Oni奖啦 Latits Latitsia 实在是蛮让人意外的啦 虽然说他确实是有这个资格出限定卡 可是这个时期出来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 官方表示 就是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真的是很惊喜 真的是很意外 也没有到惊喜啦 因为不是我想要的角色 我还是比较希望是出那个女性角色 像琪琪啊布马这些反而更好 不过官方都打算出他的那就算啦 那么这一次的话就想说把这个Latits拿出来使用一下 目前在这个Latits的名下 比较有战斗力的大概就是这三张啦 一般石抽卡跟巴达克一起出来的 然后这个超久眼的Latits大猿 算是近期刚极限Zek啦 然后也把他给练上来 再来就是最后的这一张物语的Latits 可是他是在战斗路上才比较强啦 在一般的关卡上就不同 不过马都带上来的就来使用一下啦 反正Latits这个名字来说也就这几张比较强啦 好 那么就选择热斗悟空钻这个比较简单的关卡啦 因为这三张其实也没有到很强可以拿来打长期的关卡 じゃあ行きます 诶 悟空戏谱180%的队长记一下 嗯 哦呀 好像可以哦 诶 其实他们的连接 这两张的连接其实还不错 可以达到四条连接 只可惜一张是超级战 一张是仙界突破啦 这边的话就 就相对随意一些好了 嗯 可以开招就行 可以开招就行 再来就是 哦 七颗猪 目前是 哇 十六万的防御力 虽然说是有一个30%的普通载啦 还蛮意外的 哈哈 以两年前的卡对啊 2020年推出的嘛 这张技术的Lattice 243万 杀 攻击力无限上升 然后Lattice的这个发型 这有超长发 哇 其实很容易就会联想到超三啊 哈哈 如果它变成超赛的话 就是直接超三的发型 超级有趣的 哇齁 死了 OK OK 然后这一张的话 就在这一边 等一下那张隶属的Lattice过来 它们可以连到五条连接 可是这边的话 只有一个七万五的防御力 稍微有点危险 应该也不叫做稍微啦 是非常的危险 哈哈哈 哈哈哈 只要扛得住就行啦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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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就你们三副子 表演一下 三副子 哈哈哈 是啊 是啊 看 弟弟有没有机会出手 好了 哇 三个都是黑发的 nice 408万 十余 哦 假面巴拉克 这个真的是还蛮猛的 啪 然后Lattice 才274万啊 不過是 有极限跟没极限的差别就是这么远 哈哈 而且Lattice 我觉得技术的Lattice有一个被动蛮好笑的 呃 对上舒服空系普或纳美克星人系那个类别啦 高确立会心 然后攻击加50% 然后如果她是 她的敌人是Lattice 是她自己 我打我自己 也是 压起来去打 呵 我看到这个我真的好好笑 OK 这边的话 连接也是五条 算是比较不错一些些 嗨 直接出发 嗯 大元之力 220万 哇 好烂哦 血量太高的关系吧 他的被动好像是 血量 在攻击时 血量80%以下 他才会超强 又是爸爸 哥哥 加弟弟 哈哈哈 嗯 烧了朴柱 防御力柱往下掉啦 不过也 影响不大 影响不大 反正这边我们就是 初来疑乐的 哈哈哈 哎 379万 然后Lattice的话 最后可以跌到多少 诶 或说这一张Lattice的话 他是可以吃得到200%队长技的 那一个鸡牛队长的队长技 恐怖的征服 跟横渡宇宙的战士 然后这两个加起来 他就可以吃到200% 不过很可惜啦 我没有抽到鸡牛队长 所以就把它给放在这个 180%的悟空戏服内啦 嗯 虽然说少掉了40% 总队长技 不过 也是ok的 哈哈哈 两位哥哥 一个弟弟 怎么得 啊 只有吃到 只能吃到四颗猪 蛮遗憾的 结果 影响应该 不大啦 好大啦 好大啦 哎 有苦助 还是220万 哈哈 等一下找机会 让他的血量低过80%好了 哦 OK 必杀在这边的话 血量应该会被打到一个程度吧 11万 应该在80%以下了吧 希望啦 希望啦 等下转回来以后我再看一下 嗨 MATIS的那个招式看起来都长一样了 可是全部不一样的名 嗯 这边的话 我不想要回血 想要回血的话 就这个样子 这两位 假面赛好人跟 LATIS都是可以无限跌 假面赛好人的话是攻防无限跌 然后 啊干 你抢掉了LATIS的所有镜头了 有没有 你太猛了 哈哈哈 深微巴巴 猛不行啊 啊 啊 OKOKOK 都行都行都行 随便你 我好过一压血压下来了 嗯 可是 哦应该是队长记得关系 他的这个大行星有没有什么特别 一时间攻击超大幅上升 破坏伤害 然后中确力气绝 我从来没有进来看过他们的这个 哈哈哈 然后气力加二 诶不错诶 有加气 啊 LATIS的这个大行星 原来是长这样子 以前从来都没有特别去看过他们的长相 大行星嘴炮哦 诶不是我竟然是丢石头 哈哈哈 竟然是丢石头 竟然是丢石头 LATIS只有1000多的战斗力 噴不出那个超火焰蛋 所以用丢石头吗 哈哈哈 不过1000多战斗力 在 但是在这一次的4月1号的限定卡 我相信他的能力应该会是那种超级暴力的 看看去年的Biteru就好了 哇那个真的是强到一个不可思议 我相信今年 今年绝对是 官方应该会狠狠的给啊 因为毕竟现在刚刚迈入200%的队长技嘛 官方很敢给 而且整个战斗力通膳已经上来了 也不知道这一次LATIS出来之后 他的队长技术是怎么样 嗯 大概我可以想到的就是 下级战士应该是可以吃的到200%啦 因为旧的那一张技术的LATIS 他已经是有一个下级战士的队长技了 然后他应该也不会有大元之力 蛮好奇的 他到底会出什么样 哇靠你这么 你的星星 白料耶 一直来 可以这样子的吗 才办 OKOKOK 超浪费时间有没有 这把大猩猩可以变这么久 三回合啊 呀 又是丢石头 看这个很好笑耶 哎 哎 终于退化回来了 OKOKOK 欢愿欢愿 这边的话 9万4 然后 9颗猪 这边是回血回蛮多 不过等下会被打击一下 相信应该是OK 然后 直接开加工倒计了 因为我怕等一下他撑不住 哈哈哈 OK 19万 然后9万8 只要不中必杀 大概率是没问题啦 杀得杀得 哎 竟然打他不痛耶 372万 这个是 血量没有在80%以下的 这个输出 好伤心 原本以为80%以下已经是有了的 结果没有 好疼 好痛 不过没关系 就拉 Ototo 来 帮你 报仇吧 好疼 好疼 虽然说 兄弟俩的关系是不好的 OK 那么这边就继续出手唄 OK 哇 30万了我们的这个 88 也冲太快 657万 457万 4个加 3 OK OK 好好好 够了够了 留手 最后一下 让一下弟弟 让一下弟弟 什么 让一下你的儿子出手 442万 不错耶 浮现上升 帅气 其实拉丁这样看着看久了 还觉得蛮帅的 哈哈哈 OK 这边这样子 赛亚人的泡笑可以吃得到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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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一个加工 然后这边我就不开 不开减杖 我相信你们是可以撑得住的 拉丁 257万 好 诶 这个血量80%以下760多万 还蛮 还蛮给力的诶 还蛮给力 我个人觉得还不错 可以接受啦 可以接受 哈哈 至于最后 打不打得赢 阿哥就随便了 反正只是带他们出来 走一走 好吧 可是 Ratis 实在是让人家兴奋不起来 看来这一次应该算是可以流龙死啦 不过实际还是要看一下队长技 到底到时候是出什么样的队长技 再来决定好 哇 感觉是没有到很让人 不会很让人缺业的感觉 一点兴奋度都没有 一点兴奋度都没有 哈哈哈哈 啊啊 竟然在这个时候都看过了 妈 本期不见了 本期不见了 就放给他走呗 哎哎哎哎哎 没有 有 Spark King 不过这个假面赛 老实说真的是强 真的是很强的一张卡 OK这边的话就 嗯 没办法啦 一定要让他们分开啦 这边就来多一个Wisp吧 哎 机会难得好久没看新手悟空的这个主动机 哦 哦 可是 想不想来还是这样子好了 反正有开一个Wisp吧 应该死不去了 三颗猪 三颗猪 好了 好了 哎 闭上去 没有 没有闭上的话 攻击力度其实还蛮烂的 哎 我也是想要叫他W三领 哈哈哈哈 太像了 哇哦 好会选哦悟空 应该不会直接死吧 哎 有40%减伤 哇 没办法 最近 最近挑战的都是那种 很高难度的关卡 然后看到 看到必杀都会烂的颤抖 哈哈哈哈 结果这边 好像还蛮轻松的 OK 这个BGM不够嗨 我们嗨起来 嗯 好像也还好 嗯 也还好 哈哈哈 真的是还好 OK 这边的话 哎 我们夹攻到自己全上 然后前面两个是被克死的 我们就不管他了 硬上 应该怎么死就怎么死 哈哈哈 行 好 88 730万 然后被回避了 两下都被回避了 那么轮到哥哥 哦 你讲 500万也被回避了 哈哈哈 什么鬼 最后轮到弟弟 弟弟会不会被回避呢 啊 在弟弟回避之前 先被 先被开了一发必杀 哦 你讲有 打没打 哈哈哈 不过 弟弟帮你们 帮你们 嗯 爆头 三叻 三百一丝 好普通 OKOK 这边的话可以吃到7颗猪嘛 嗯 这边的话就 再继续开一个wis 嗯 吃到 吃到储动技也不易死 诶 吃到必杀技也不易死 哦 8颗猪 然后刚刚好血量又够低 现在这边 咦 咦 咦 可是 大元 哦 大元是少掉了那一个 大元的Lattice少掉了 灵战态势这个非常重要的连接啊 完全没注意到 哈哈哈 哇 894万耶 素晴 哈哈哈 Lattice也是可以这么强悍的 哈哈哈 OKOKOK 好啦好啦 只是想说 把Lattice带出来转转一下子啦 哇 想不到花了这么多时间就是了 嗯 到时候我们就来期待一下啦 31号应该就会有 实际的 那个 角色的能力介绍出来了 到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 他的整体能力 然后才来决定要不要 稍微花一点龙石去抽他还是怎么样 对副卡其实还蛮有期待的啦 嗯 会不会是那一张有 魔幻关杀炮的 比克 就不知道啦 那张的话是有主动机 可是主动机 出在一般实际卡 应该没什么可能吧 应该没什么可能嘛 要不然就是有那个 连接必杀机了那张比克 说不定 就就就就 就小小期待一下吧 好 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还没订阅的朋友 麻烦帮忙点个订阅 谢谢 呀 またね